Ryo聊世紀 天梯的烏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匈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布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六點鐘方向的黃色玩家 是Maiper Maiper選擇的文明是匈人 匈人的開局史不需要蓋房子 一開始就是200人口 匈人開局合於-100木頭 作為這個底銷 匈人的搭法比較偏向於 騎兵路線有正常的遊俠 跟大落馬 馬功的話 利用時代有8折 城堡時代9折 匈人的槍兵雖然是滿的 這個槍兵是有大槍兵的升級 但是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那後期呢 匈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偉大在起兵路線 而且工程器稍微弱了一點 只有青頭跟奴炮都沒有重型的 但是有大衝車可以用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選擇的文明是波蘭人 波蘭人的特色是 挖石頭時會慢慢產生黃金 而且波蘭人只要點下 銀罐、貴族、特權、騎士 一隻只要30塊錢特便宜 那大落馬的部分呢 點下金罐、烈克、體克一場 可以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整體來說波蘭人的打法比較偏向 騎兵路線 但是缺點是沒有三級馬卡 也沒有遊俠 那波蘭人他也可以走 布弓兵或是馬弓 都是很適合的 因為沒有安協人戰術 但是有拇指環 那波蘭人中期後期的 也可以考慮轉劍兵有事 或是戰垂兵 都是很適合的後期選項 那總過一句話 波蘭人雖然經濟好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轉型 成型會比較慢點 不管遇到什麼情況呢 都是要轉一些兵工坊才可以打 他不像火箱可以直接轉型成功 所以整體來說 波蘭人是更考驗轉型轉兵的 這個打法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Hera這邊的地圖 看起來是有點微妙的 這個黃金位置兩個都在前面 那果子位置在這裡 那就很尷尬 因為波蘭人的大莊園 旁邊撒下農田 可以立即收成8%的食物 那如果果子在前面的話 就意味著大莊園也在前面 他前期這個大莊園的 撒農田的時間點 就會很尷尬 要傻也不傻 該傻也不傻 一定要傻的話 就要前面守得很好 那前面要守得好的話 又要花費大量的木頭資源 去防守 所以整體來說 Hera這邊果子在前面 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而且這邊也不太好圍 要圍的話也不能很好的圍到底 圍到底的話這邊還有洞 怎麼圍都難受 Hera這個文明是非常需要 非常多的空地去補大莊園的 所以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Hera會怎麼去防守這張地圖吧 VIP這邊點下了支部技術 兩邊都沒有偷支部 很正常的升級路線 VIP這邊是9個人伐木 補下了軍營 這邊看不出來 是要打什麼 應該是肉馬吧 感覺不是什麼特別的 但是是單伐木場 這邊是一個小細節 當伐木場的話 棒棒這時候出來已經太慢了 所以也不是棒棒 弓兵路線的話 這時候就要考慮要不要去挖黃金了 那這裡也沒挖黃金 看來應該是一個正常的開農路線 那一上去點一農一木 還有這個馬舊 一農一木馬舊 沒錯 是走過這個路線 那Hera這邊則是點下了一級伐木 一級農田 待會才會點 這邊羊要吃完之後 才會點一級農田 去點這個大中原 旁邊撒農田 前期還是要多靠吃肉才行 槍兵趕快按來防守 那是一個單伐木場 我知道他為什麼單伐木場了 這兩個木區太爛了 都是偏正面 旁邊有沒有其他的木區 難怪走單伐木場 想說奇怪他怎麼補下第二個防護場呢 看起來 有原因啦 好 那單防護場的優點呢 也有這個快速撒農田的特性 這邊很早 就補下了這麼多的農田 這麼多的農田 Viper現在優勢非常巨大 彈之落馬 在上面找個機會想要打架 但是好像沒有抓到東西 反而是Viper的一隻馬被戳掉了 第二槍也戳到了 Viper這個有點失誤 但是收掉Hera的一隻肉馬 不虧 不虧 在這邊開始撒農田了 我們可以看到 直接在前線補農田 這個畫面是相當 刺激的 很刺激的 Viper這邊稍微小微一下 開始來挖金礦了 轉弓兵 看到你的大裝備在前面 這個不轉弓兵 會丟不起自己 直接射穿的果子 波蘭就廢一半了 波蘭就廢一半了 這裡有機會哦 看一下 長兵來 沒機會 就繼續被逼走 Viper已經開始暗攻兵了 這個洛馬會溜進去嗎 沒有 有 又回去了 後面的洛馬還在追 5隻洛馬很多了 Viper這邊工兵出來 有機會射穿嗎 好 補射箭場了 看到射箭場補一下 我稍微換一下血量 4隻洛馬打5隻 工兵槍兵來了 哎呦 但射箭場70%沒蓋好 趕快拉更多的村民過來 不然這蓋不好 就要炸裂了 好好可以收穿了 趕快走趕快走 還是要反擊一下 回頭打下殘血肉馬 OK 拉兩隻村民過來打 工兵過來 射倒 兩匹馬倒下 工兵 直接射穿了槍兵 槍兵又拉了一隻過來 現在 四隻殘血肉馬 又射倒了一隻槍兵 漂亮 直接射穿這個大中原 吐了 Pera這一波 頂級炸裂 本來是要升級到了城堡時代 結果 這五隻 村民有點危險 當然這個肉馬有點殘血 Viper不太敢打 槍兵戳倒了一匹馬 直接拉村民過來打架 要先解決後面的肉馬嗎 先打肉馬吧 對肉馬先打倒 村民先別離 槍兵直接在射倒 這邊高打低 在互換 肉馬有點劣勢 跑去扁工兵 先把工兵點掉 先點肉馬 哇 Viper這個頂得很好啊 好緊張 這一波 Hera有點炸開了 再換一村 可以 點肉馬 點得死 再一發 點掉 好 哇 這個肉馬 差一刀就可以砍死這個工兵 這個要硬點了嗎 是我後來就想要硬點 哇靠 Viper操作這兩隻工兵 操作到了最後一刻啊 好 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待會實在裏先 可以有一分鐘的時間 Hera這一波被搞到之後 損失了三村 現在是三七打三四村 而且Hera剛剛因為這幾波的關係 TC閒置來到1分24秒 差了一分鐘啊 好這裡戳到一下 好兩隻工兵往前按 熊人這裡城堡時代還有五秒鐘的時間 好二級射二級伐木 四隻四個射箭場 好四個射箭場 好等一下了 現在馬弓出來 馬弓出來 二級伐木來了 好城堡四代 Viper剪下了 耕種技術 好走奴兵路線 兇人走馬弓 或然就走戰矛或是奴兵 這是相當適合 後面補了一個彈道學 大學補了 Viper這裡的四個射箭場 是有點過分了 看這個四個射箭場真的有必要嗎 到了這個時間點 嗯 十二隻馬弓 來到了極限了 好但十二隻馬弓 在二十二分鐘這個時間點 壓制力是非常強大的 很難擋 好 HERA這邊 三個射箭場不斷 慘勉強憋出了十四隻的弓兵 這裡馬弓抓到 弓兵直接貼點射擊 沒有彈道學 貼緊點射 比較容易射中 好 HERA現在 前後 都燒到沙了 這個果子 終究是吃不然 然後 五片田 暫時 沒有辦法採 現在是 雪上加霜 被迫在 TC旁邊 直接撒農田了 拋棄大莊園的靈魂了 好這裡要被射進去了 糟糕 彈道學還沒有好 哪弓直接衝進來 彈道學 還有二十秒 Viper可以抖動 換了一隻 奴兵 決定要來點村民 好 就點了一隻 第二隻拿下 第三隻 第四隻 好 上來直接點 先把村民點掉之後 近距離對點 但是 白盆應該是打不贏 奴兵的 造價數量比較 數量比較多 點光 OK 這就是 布弓兵 打馬 攻擊優勢 很容易射得贏 雖然體質上是輸的 但是他的攻擊速度 沒有這個拉弓動畫 弓兵的子彈是直接射出的 這算是世紀帝國的一個小小細節 馬弓的拉弓動畫 是比較長一點的 所以在甩弓情況下 馬弓很容易甩出不弓兵 的一個特點 好 波蘭人 這裡點下的戰毛病 有點扛不住 有點難打 這裡要補TC才對 但是現在TC要補哪裡 是個問題 要補的話也只能補主金 或者是墓區的位置 現在兩個墓區 HERA總是被騷擾到有點難受 已經損失掉了14隻村民 Viper這邊雪球滾的有點快 城堡時代直接把HERA給射穿的感覺 好工兵出來巡邏 TC 我們這隻馬過來巡邏 看一下情況 還是要出來這邊開城鎮中心 這裡不出來開的話好像 就沒了 這裡歸越久自己就越虧 還是要來這邊開TC也行 這兩個位置我覺得都蠻適合的 就是礦產配上石頭的這個區域 好HERA點下來一級 料望技術 好4月更廣了 城鎮料望 那現在Viper手推車還沒有點 輪走技術已經點了 這個時間點也不太可能 點輪走 點手推車才對阿 手推車至少要來到70吋左右 再來點會更好 好 那Viper現在 輪走技術 哦 現在示範這一波HERA 抓到了兩村 HERA不是 被單方面引壓而已 好轉出了奴炮 稍微串燒 騎士上前 這裡硬點 這裡HERA硬換比較賺喔 其實Viper可以直接把馬弓拉走 讓騎士跟奴炮去打就行了 OK這一坨工兵走過來 Viper在後面上一人蓋TC 那有人會說 欸怎麼TC怎麼蓋這裡不蓋這裡 因為這邊是高地阿 這裡沒有辦法補城鎮中心 所以只能敲在這個位置阿 好 家裡也補工程器製造所 龍拋反擊 哦這坨工兵 暫時解不掉嗎 好像有點難解 好這裡收村 直接撞TC HERA尷尬了 直接走在TC的眼皮底下 高速送光無兵 現在HERA點下來二級的工兵台甲 Viper還沒有點 60村打散7村 村民差距有夠可怕 來到了23村了 HERA還在努力的出工兵防守 好 感覺 MIPER那波馬國走進來 抓掉這些衝門的時候 就已經 遊戲結束的感覺了 現在HERA要打贏 我想不到劇本 這個劇本有點難寫 本來連日本新小說 都不敢這麼寫 那就是 HERA這邊 用奴兵直接射穿MIPER的經濟 然後轉出貴族特權 然後挖出城堡 然後經濟突然轉型成功 5TC開農 5TC還不會被MIPER給射爆 這個不太可能 怎麼想都不可能 這個 這個有點太奇幻了 這個算是 奇幻的範圖了 剛剛這個5TC開農這個話題 還要轉出 轉出貴族特權 二級馬凱二宮 還要品種點玩 還有跟蹤技術要點 這個 這個 我覺得還蠻奇幻的 能轉得出來 這個是太玄了 HERA現在 38村打77村 HERA現在 二級伐木點下 現在經濟並沒有好轉 現在二級農田也點不起 通常破爛人 打馬的話 二級農田可以優先點了 但這邊沒有打算打馬 所以可能就直接選擇了 先點二級伐木 現在經濟正是一團糟啊 HERA的說明數已經落後了一倍了 資料已經來到了差距 四千七左右的資源 衝車偷頂一下 頂掉一個射箭場 兩隻騎士要來抓了 HERA這一坨工兵過來 能炮反擊啦 兩隻村民過來修理 但是這裡馬公 有點被工兵拉打的 秀到臉上 哇 果然工兵 不工兵還是適合拉扯 這個拉扯有點猛 那HERA這邊 只要保持好距離 VIPER只要沒有貼臉 射奴兵 基本上優勢還是有的 好 VIPER這邊 二十隻的馬公 往前走 但是直接被點掉了一隻馬 這個不點二級 工兵鎧甲 真的是有點 微妙 有點的話 會不會射那麼痛嗎 應該不至於吧 但是為了不斷村 所以沒有打算要投資 這個二級的工兵鎧甲 好 HERA這邊TC趕快開 難道真的是5TC要開農了嗎 無情開農 91對50村 這個奴炮在後面 直接來一個串燒 串爛了 這邊奴兵直接被包抄搞定 這個奴炮剛剛也打了成盾傷害 好VIPER過來 看到戰寶兵往後拉 抓掉了一村 這裡馬公又抓了一村 97對5個 好戰寶兵終於稍微守住了 這裡待會石頭要先開挖 然後守住正面的附近 待會城堡可以考慮直接補這個位置 或者是補這個位置都可以考慮 總而言之就是要守住自己的礦點 好HERA這邊慢慢守住了嗎 MIPER在一百村的時候 墊下了首推車 準備要來升帝王時代了 我怎麼覺得這邊可能會是一個帝王勸退的畫面 看到帝王直接投了吧 哇投車砸到了 這個馬公血量掉的有點慘 好這邊升到了城堡時代 地王時代 城堡補下了一個 VIPER現在馬公繼續出 沒有轉型騎士 HERA現在 布公兵還在 好布公兵繼續來 感覺真的是要帝王宣退了 這個66村打107分數差距了1000分 馬公這邊直接硬吃 掉兩隻 大量馬公從這裡過來 防守 看一下這一波 VIPER直接吃到了大量的投車傷害 出了 這一波拍下去 馬公全殘 好但是HERA即使操作的好 看來也是有點尷尬 好VIPER這邊有用這個站崗模式 直接疊馬公 那目前 喔唷 果然也是要轉馬 對 對對對 地王時代一轉馬 HERA只有公兵的情況下 不可能扛得住 而且走的還是 掠奪者 達拉和騎兵 漂亮了 達拉和騎兵比遊俠還多了一點的遠防 遠防8點 公兵怎麼射都是2滴 射不穿 達拉和騎兵坦度就是這麼的可怕 好這裡4TC開農了 難道 真的要來看奇幻 奇幻異世界小說了嗎 4TC開農 第5個TC要來了嗎 因為HERA真的要贏 就只有這個辦法 但是要開農又要守得住 有可能嗎 完蛋 這邊 左邊好像還沒有發現 這座頭車還在秀 左邊直接被尻爛了 HERA完全沒有發現 左邊達拉和騎兵正在拆架 用時代補下 好這時候 沒有看到 左邊這一塊區域 還在努力控頭子車 頭車兩台寶速 達拉和騎兵過來 直接手撕兩台頭車 但是HERA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勝利 這波轉型轉得非常漂亮 達拉和騎兵一登場 村民直接 鳥獸散 完全扛不住 就算沒有達拉和騎兵 感覺只靠馬弓 好像也射得穿HERA就是了 那HERA這一波 只能說 被VIPER滾的雪雪有點多 這場比賽也是 HERA地圖也不是太好 沒有辦法為死 但是看起來 HERA的弱點 真的就是不為家 但是只要一為家為好的HERA 這個強度 又是另外一個等級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